好 两位同学请做好准备 米古灵溪请出第一题 接下来这个词是 陈词烂调 陈词烂调 它的意思是 陈旧而不切实际的话 要注意哦 这个烂 到底是腐烂的烂 还是泛烂的烂呢 腐烂的烂 腐烂的烂 绝对的 有时候我们啊 就认识一些作家呀 写完一首诗要干嘛呢 我写的怎么这么烂呢 就是这个烂 就是不好 差劲 特别不好 对 谁都不愿意看 谁也不愿意听 特别烂 是腐烂的烂 绝对的 不好 根本就不是这个烂 一定是这个烂用的这个烂 泛烂的这个烂 为什么呀 为什么 烂它就是多的意思 对啊 被人说的太多了 所以就是烂调 不不不不 陈词烂调 说的太多了 也不一定都不爱听啊 别人要夸我帅真的 他说一万遍我都爱听 你真帅你真帅你 好 老师们请判定这题 双方回答正确 两位同学书写都非常正确 因为他对这个词意呢 这个泛烂的这个烂 是这个水蔓延 一定是水旁的 不能写火旁 火旁的这个烂呢 是熟得太厉害了 就烂了 泛烂就多了 在我们电视台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叫陈词减调 好冷啊 好 好 好 减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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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冷啊 林夕请出下一题 听好了 这个词是青睐 青睐它的意思是 用正眼相看 指喜爱或重视 与白眼相对 你们会写吗 青睐吧 我觉得是一般都是指被青睐的 很少会说是我青睐你 对吗 一般都是属于被的 真的吗 好忐忑 你看一般都是你被我青睐 是吗 好开心 而且这个词大多都是用来说 就是地位很高的人 对可能地位偏下一点的人会说的 青睐 所以刚才你青睐我是 好记仇 这个要篡位这是 不要说出来 正眼相看 喜爱或重视 还有二十秒啊 不急 青睐 获得您的青睐 老师们请判定 这怎么就突然就开窍了呢刚才 老师说了一句话 获得您的青睐 我原来看过一本 老师们说获得您的青睐 然后就激发了哪个记忆点 原来看过一本书 上面写着 我获得你的青睐 是我莫大的荣幸 所以你是当时记忆起了那个图形 字的形状就印在你脑海当成了 是吧 好 这图形记忆法 你说对了就 充分说明一点 平时鸡尾这个词汇量 是多么的重要 是 所以这个同学真的要恭喜他 词汇量大 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 是 看书可重要了 关键时刻那本书就了你 好了 现在这道题双方又打平 我们请灵溪继续出下一题 听好了 这个词是 腼腆 腼腆 它的意思是 因怕生而害羞 或神情不自然 让我看看你们俩分别 腼腆是什么样 上 腼腆我觉得就是 就是有点害羞 然后有点不好意思 这个叫做做 这个就是做做 那你免贴一个 那你来个来来来来 乌波 这个是傻 就是不好意思嘛 就见人面就不敢说话就笑 也是尴尬 你这叫傻 除了傻没别的 不好意思比较害羞 不知道这 对啊 就是应该是害羞的嘛 就不好意思嘛 这位提交 好 双方都提交了最终的答案 老师们请判定这一题 双方回答正确 你腼腆一个我看看 不会 不会 脸皮这么厚 腼腆都不会 你腼腆一个 那是嫌弃 嫌弃 老师们说说腼腆吧 这有一个形态问题啊 然后呢 刚才两位同学写字啊 就是说他两个字写 正好呢 是一个呢 是字形是昂扬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写的字形呢 是稍微就左高又低 倒是有点腼腆的样子 字如欺人就从中来 好嘞 双方又都答对了 灵溪 请出下一题 这个都能答对 那难度可要再升级了 听好了 这个词是 韶华 韶华也指韶光 也指美丽的春光 也比喻美好的青年时代 你们会写吗 赶紧落笔吧 韶华啊 美丽的春光 比喻美好的青年时代 这个离我已经有点年头了 啊 熟华这个大概是什么意思啊老师 它就是美好的春光 美好的年华 汉语的词语 它为什么内涵丰富 它就把你想要表达的 用一些语句表达的东西 我凝联到一个词里边了 用这样一个很简洁的方式 表现出了无限的意境 所以我们要多学汉语的这种好词儿识 主持人可以再给我一次提示吗 韶华 美丽的春光 也比喻美好的青年时代 还有十秒抓紧写啊 对 我们请老师来给出判定这道题 好 我们福建队的同学答对了 我们看一下正确的这个字 韶华 看到了有感觉了吗 看到了也没有 没见过 没有接触到过这个词 那我们听一下老师对于这个词的解释 好 我就跟安阳这个同学说一下 这个韶啊你看左边是个什么 音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呢 最初它是说是雨顺时代的一种 非常动听的美好的音乐 所以它跟音有关 后来就指一般的这个美好 好了 这道题过后 场上的比分 目前福建队2比1暂时领现 谢谢两位同学 小汉字天天赏咪咕 各位正在收看的时候 咪咕阅读独家冠名播出的汉字风云会 下载咪咕阅读客户端搜索汉字风云会 领取惊喜红包 同步答题引好理 好 接下来请两队的老师派出 下一组出战的主题